现在其实对单向街来讲 特别好的势能 在哪里呢 就是你看这几年 全中国的shopping mall 其实大幅度在增加 而且引进书店的 是所有的shopping mall 给到的优惠程度最好的 它有一些可能免房租 可能还要补装补 这个对来讲 前所未有的机会 但是单向街如果未来发展 是靠开店的规模扩大的 那今天就可以关门了 那必死的 它一定要非线性的 得要消费者关系得重建 我刚刚从广东回来 你看有一家企业 十年前我认识非常小 那时候一年才做 一两个亿的销售 广东佛山的做家居的 它是十年前最早提 叫全屋定制 就是说你的装修房子是吧 我啥也没有 这样你告诉我你家多大 我们家90平方米 然后喜欢北欧风格的 然后有30万块钱 打算买家居 他就派个家居顾问 到你家里来帮你账粮 然后在电脑上帮你选品 然后说这样 30万块钱的单子 对吧 你先付27万给我 这家公司 今天是全中国家居行业 市值第二的 你看他解决什么问题 原来我是要买木材 买设备 做完家居到市场卖 他现在等于是 我啥也没有动 我先收了你27万块钱 我拿你27万踩个木头都来得及 他今年签了波兰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 我把IT系统 图纸整个SKO系统 包括生产线的柔性化改造 我全部给你 说你看我有那么好的东西 对吧 然后你要不要 你要的话我就注注给他 那就就现在对你讲 像英特尔人家的 他开始输出一些解决方案 很酷 很酷 挺酷 对 这是改造社会的力量 真是挺好的 这几年 中国中小企业那些 真的活过来的 大起来的 都不是十几二十年前 那样搞的 那比如说 你想比如我 这是这么一个小企业的 创始人 如果我想推动这个变化 怎么推动 那个爱奇艺啊 包括你看淘宝 今年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搞会员职 就当然接着搞会员职 你搞了吗 对 他们一直想搞 一直没搞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哈哈 你的心态造成的帮消费者 就认为说 我来听许志愿成演讲 应该免费的 因为他收我钱 他心里就有障碍 对 我没有 他消费者关系有个前提 就这样就说 就是没有买卖都是耍流氓 就说我很喜欢许志愿 然后许志愿出了本书呢 老子就不买 那他们就在耍流氓 就他必须要买你的东西 才表示喜欢 你在商业上是这个逻辑吗 我觉得会员职 现在是单向街 最好的一个消费者关系 就是首先是建立买卖关系 就你啥爱没有 你先付给我一笔钱 建立买卖关系 但我就紧张我唯一的那种担心 或什么感觉 我就真是本身 他如果变成一个真正的产品 就你看 你想看 咱们单向街 每年请那么好的老师来讲课 你都是搞免费的 这其实是不道德的 嗯 你把整个市场做走 然后让它其实造成了什么情况 你就造成中国的一批文青 他认为最好的思想是可以免费的 嗯 那你说你觉得这件事 对谁是好事呢 这可能我心里也有这个诈验 我也觉得知识应该是更 应该怎么样 更open的更那种 open的素男的不要钱吗 你的时间不要钱吗 对商业机构来讲 它本身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两三年吧 但是所有的人群都在细分 你看我去单向的 可能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不去单向的 啊这样的啊 你不要跟他们断交吧 我只能跟徐老师混了 对 我开个玩笑 就是说大家在选择上面 它可能会趋向于一些不同的 你从生活 包括可能价值选择上面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他可能要去寻找的是 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我的价值选择 那个时候文化的引导就变得很重要 同样买一本日历 白草也做日历 那你没有办法卖出单向力的这个价值 我们也卖不住 你也卖不住 今天我们帮你做吧 谈这个事 怎么样 我现在企业家精神明显增长吧 绝对有问题 来都来 我觉得就一定要把单向力和每日签过 read and eat OK 多好 你当姐家可以 你就被耽误了 对 今天怎么找到人生路了 对啊 一直是歪路 这商业它有一种普世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些人呢 就就是不相信这些东西 我理解 我也是其实是杠着的 所以我是很消耗和纠结的 做百味签讯就是我的一个判逆 这种判逆在的整个公司大的用心 极致当中其实不容易 但就重要嘛 就对你这个人当然很重要 对公司真的重要嘛 我觉得重要啊 因为我不见得说一个就会成功 但公司做大了之后 有一点最大的障碍 就是你开始认说只有这样才会成功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那这规模对你影响什么 比如说有一个亿了 十个亿了 二十个亿了 调整会很大吗 我们的整个体量 应该算是已经在中国临时当中 肯定有前三的位置 但是大家还是比较模糊 我们到底要往哪条路上走 因为我觉得临时这个品类 它更多的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有可能它不是必须的 对咱们来讲 就是现在就大的三四十亿公司就挑战 没错 就是挑战 就是你慢慢慢慢你变成大众品牌了 你们要 你哗亮起的很快 依靠大平台 但你 但你大了以后你会发现 哎呀我变成没个性了 是 对吧 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大品牌现在面临的 越大众的品牌 越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营销也不精准 对你无法精准 对 我觉得16年所谓的新年 应该就是线上线下融通的一个过程 但问题是 问题是 你最重要提高效率 第一提高运营的效率 第二提高营收的效率 但运营效率实际上是 我认为是容易被提高的 你代表人眼识别也好 什么数据 但是运营效率 能不能直接 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消费者关系的 营收效率提高 只是 大家试了很多 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对 这你最核心的问题是卡在哪里 我认为很多可能是人性的问题 人跟商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有些东西可能是没办法通过数据和技术 来完成的 其实这些年 我这企业我并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你永远面对不确定性 然后去做探索 保持敏感 保持敏感 对 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 没有勇气去碰一些很重的这些课题 比如你现在给你选一个两三个特别重的课题 你想碰什么呢 我特别想碰的是企业家与中国社会 所以我是觉得几十年来 其实整个企业家阶层实际上崛起的 但第一它整个身份是非常模糊的 自我认知 社会认知 而且第二呢 你看我们观察三四十年企业 就有些企业 企业家的公共属性的部分 其实今天是前所未见的 我最早想这个东西是08年汶川地震 王氏那时候不是捐款的 被骂死了是不是 被骂死了 那个事情我就觉得非常的突兀 我觉得 很理性的一件事 正常的表达 对啊 那件事情我挺吃惊的 我觉得整个社会对这拨人的理解 其实王氏是很好的标本啊 是 那件事对王氏伤害挺大的 对企业家整个阶层其实挺苦闷的 嗯 都孙年 哈哈哈 都孙年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二位聊天 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不太可能吧 想多了啊 这个企业家这个身份对你们来说 意味着就是你们这种自觉性很强吗 你讲的自觉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你问吧 就咱们下车上聊那些问题 我挺好奇他们现在怎么看这个 他们和社会的关系 问题很大嘛就是 对 就你作为一个从商的人 你对自我的认知 是不自我价值认知的 嗯 我三十出头嘛 但我觉得我经历的事挺多的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圈子基本上出去都在讲 你做的多大啦 投了几轮啦 谁容你呀 然后大家是为了融资去做大的 嗯 然后没有去想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创业者其实挺迷失的 我觉得我此生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可以真正探索我自己内心的世界 包括经历更多 但你觉得通过商业能探索吗 我觉得可以 但是我觉得商业的部分它有很多现实的部分 嗯 对 现实是干扰到你的对内心的探索还是能够促进你对内心的探索呢 我觉得这一切是一个素材 是素材 就是对 你应该把它当做一个 你能理解我了吧 嗯 嗯 那如果说你被它支着走的话 我觉得你的历练就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嗯 对 但它会穷劲吗 就商业本身其实是挺浅薄的一件事情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那么难啊 难和浅薄是两回事 浅薄是什么意思呢 吴老师 浅薄就是我说它跟你带来的快乐 就在一个思想性的快乐很低的 一个层面上 实践性快乐很多 它会让你很焦虑 会你觉得很难是有 对 那我可能对商业的理解不太一样 我是属于把人生刻画放进商业 人生刻画 其实我特别喜欢鸟书店嘛 因为我之前终造的书也看了很多 对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好 他说我在做的事让我愉悦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商业跟生活不要太对立 当你太对立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会很割裂 我觉得我零八零九年还不理解 我多年十来年天天说我不要做商业 天天批认他 好好回书房去写书 对 现在比如我穿 这四五年嘛 就是我会更理解这种感觉 我准备来杭州练练我的能力 哎呀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就是真的有钱进来 然后你要为很多人负责任 然后你真的要卷上到具体的事情之中 然后你就发现一个纯粹的之前的知识生活 当然也很迷人 你觉得他的某种单薄性 很单薄 我是现在针对实践知识 我觉得非常乐趣 一些实践知识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太年轻 就进入到一个疏灾 对有问题 其实有些是被动的 比如说二战 你碰到战争你没办法 那这个时候他所获得的文学 或者哲学的音乐的 他的这种历练是被动性历练 那我没有这种被动性 我们怎么办 到叙利亚去一趟也不行 是吧 就在这种特别平庸的环境下 你说还能什么东西 稍微思想立体起来 立体一点 立体起来 我觉得商业应该是能让人立体起来的 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是这么在想 要赶任每一个到大线街的人 因为他有很多事可以干 他去到大线街找了一堆看不懂的书 但是他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消费的欲望 但是其实我们完美的遏制他们消费的欲望 这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 我有观察你有人流没有转化 就转化率太低 对你真的要请他当顾问好好帮你考虑 给我们去点书点明天 给我们指导一下 你说一个人到大线街去 其实他已经想花钱了 你搞了个非常高档的演讲 你还免费 我老实说他自己对自己很不尊重 就这个道理 人家是智愤怎么好意思收钱 我让他发展会员 你说对不对 我让他发展会员 他有充值卡现在 太太便宜了 你要发展贵一点的会员 像他卖给他这样的 对啊你够了呀 你行东西找到几百个也够了呀 我给你做顾问 我们专门帮你做会员体系 对啊 你看我今天这个产生了新的感受 我被激活了 哈哈哈 我就再喝一杯就觉得自己马上要成为商业巨子了 哈哈哈 你们对面据说有一群网红都在等你们 是吗 你可兴奋了你 晚餐吗 你客气了 本来七点开播他们 开播啊 现在几点 就八点了 好 再见啊 好 谢谢啊 先先不要走 然后今天我是受邀请 对对 特意邀请 我来到我们家 我是胖的 哈哈哈 哎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我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在做直播 但我不知道你 你们认识之前认识 那是谁 因为我 他跟我讲课 对 嗯 没来得及跟你汇报 我想做出点成绩再跟你讲 那现在稍微有点样子了 谁跟你讲一讲 对啊 这直播很火 你看这618 唯一的亮点就是淘宝主播 对 我看别的没有了 130个亿 这样子 我们这边请 我操 你妈130个亿 那光直播 就你们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整个超宝 啊 这有点像原来台湾的那个电视直销 电视直销 电视直销 有点像 从形式上表现出来很像 但实际上 但他6小时脚本就帮他们做呢 那我们一般会提前沟通好 然后在直播的 对 这些还属于你们员工还是属于他们 我们合作的主播 对 今天 今天 那个 对 对 每天都是这样的主播合作 我们 1500万 1500万你做了多少时间呢 一个月 一个月1500万 一个月做1500万 对 那一定要加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是卖什么的 卖书吗 卖书 卖书可能 卖书 我们要卖书 好 对 专程卖书 我的书应该卖得掉 他的书 搭送 我觉得我可以卖一本 鸡蛋三十年 送一本 两期专 好 可以可以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我忍了 哈哈哈 只要能够出去 对吧 我对未来有两个大的判断 就是 很多人都说 啊 你们现在做淘宝直播 是封口来了 是吧 做电商直播封口呢 没有 现在对我们来说 充其量是电风扇 真正的 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其实 那个电脑的这个配置 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的电脑配置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那个至少I7以上 至少要达到那个 就是可以吃鸡 可以玩那个高档游戏的 这个那个电脑 为什么 它等于承载档机是吧 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 基本上的后台的操作 你电脑越好 我们这个操作会越便利 如果你电脑一般的话 我们其实用起来 特别痛苦 所以我们这里的电脑 基本上都高配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对未来来说 现在我们都说4G 就是现在已经做到一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机器 拍出来的摄像 已经非常清晰了 但是我们的带宽跟不上 所以对着5G的时代 我们对电脑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 我们希望电脑的这个速率 会越来越快 我们的高清直播间 将会变成随处可见 而且在直播间里面 我们现在就会觉得 是整个营销的最短链 品销销合一的最短链 5G来了以后 距离会越来越短 这种呢 是在我们这里合作的主播 这个叫可乐 是我们自己的主播 主播会很有自己的特色 很有自己的人格魅力 他甚至为了这些粉丝 跟商家去吵架 都会有 你们俩各自做了几年呢 我差不多一年左右 去年4月份 你才做了一年 你以前干嘛的 以前做广告 飞为公司 飞为公司干嘛的 美术总监 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我老公的一个好哥们 然后呢 他是想要开一个淘宝店 但是他找错了工作 找到了一个淘宝的运营机构里面 去当了一个运营 结果他觉得 好像蛮赚钱的 然后就拉着他的一个姐姐 跟他女朋友进去 然后我们秀到了商机 然后就进来了 是比富贵公司强多了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我当了淘宝主播之后 我的一个工资 翻了差不多有70多倍 还来得及不住 你问你们三个 就成为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主播 到底核心的能力是什么 最核心的 我觉得一个 第一个一定是有很强大的人格魅力 我们现在很多的优秀主播 就个人魅力非常强 有些讲段子 或者是能吵架的 有各种才艺 有才艺 才艺好像不是特别重要 性格更重要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强大的货品支持能力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进到你的直播间里面 宝宝们关注点起来 点点点 其实并没有用的 真正什么时候变成你的粉丝呢 就是在我点了你的关注 看到你的产品 你说的很不错 那我试一试吧 试得很重要 购买了以后 拿到手里一穿起来 比你说的还好 这时候他就会相信你了 你就会信任 然后这时候就会成为你的粉丝 所以这我问你 就整个里面 比如你的一年的销售里面 付购部分 占多少比 这个好像没有一个机制去 我们现在没有衡量过 但是淘宝里面有很多的 但是我们自己去博知道 对自己感觉到 我觉得我这近半年 好像几乎都是我的粉丝的付购吧 而且粉丝上面 就是直播间上面 它会显示说 我这个粉丝是我的钻粉 铁粉 致爱粉 那如果说上升到致爱粉 这个级别已经是可能在我的直播间买过上万十几万 上万十几万 可能十几万 没有可能就上万的一个这种货品 那比如做了一年你觉得对你们各自的性格呀对感受啊有什么改变吗 以前我可能当美术总监的时候可能对到做到你们两位文豪面前我可能会很紧张 但现在我发现说我还不会那么紧张了 破完破砖了就这样了 不是可能就是说我自己有面对我的一个粉丝 他苏路长确实被见谁都不紧张 只要就不紧张 还有机会吗 见谁都不紧张 来现在欢迎我们吴小波老师啊 欢迎吴小波老师来 大家很想要见到你本人 因为我们家的一个宝贝就是比较的这个偏向于知识型的一个那个白女性 然后呢他们很 笑许最爱 真的他们很多都很 都很喜欢你 都很喜欢你 然后呢我今天发贷 他们知道许志源吗 肯定不知道 确定知道吗 知道 分认模式是什么 对我们分认 他们在我们这里比如说能够本身就有20%左右的利润 就营业收入到20% 对对 那很高了 20%不是归你的吗 没有啊 中间还有淘宝网和机构 Amazon机构也要分议 大伙我们的那个许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牛奶 然后还有许志源老师的拖鞋 对啊 对看看拖鞋就在脚上 来看一下这个拖鞋 然后呢这款呢 你了解产品吗 我不知道 对对挺好的对 15元优惠券 到手84块钱两项 折合人民币一盒三块多 来现在给我们发一下优惠券 来倒计10 抬一下优惠券 抬一下优惠券 倒计10 5 4 3 2 1 我会更加自信一点点 然后我更加的就是说 懂得跟别人间交流了 懂得跟别人去谈话 那失去的是什么呢 失去的是个人的时间 失去的是个人的时间 马云也有在喝 然后就是那些名人啊 包括明星什么的 都有在喝这个牛奶的这个 今天不需要超过一千块钱 今天只要多少 点进去看 今天只要899块钱啊 接下来是干什么的 接下来由我们的徐老师来卖东西了 感受一下徐老师徐主播 就这么一会儿啊 一共一千个人卖了五百期 嗯 中国是有一些一种隐秘市场 完全不了解 你比如你毕业之后 开始做一个经济记者 你这种调研的方式 你为什么那么想一直持续下去 对很巧从来没变过 什么感觉 你从来也不觉得想放弃 觉得疲倦 因为你从写作角度来讲呢 实际上就是缺细节嘛 嗯 那细节里面其实 你商业本身就是细节构成的 嗯 那我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学科出来 包括今天咱们见的几家 对你有新的感受吗 新的体验吗 嗯 我觉得第三家 我是没有参加过 你也没见过这场面 我没见过 什么感觉当时 就快嘛 嗯 你们一些感觉到 这三家 速度是不断在加速 嗯 对 然后 第一家是最结构性的 嗯 其实今天也是很偶然的 可能这样的安排吧 第一家很结构性 这个创业这二十多年 它就一步一步一步 这么走过来的 就你看 看得到那个台阶感 嗯 然后它也很享受这个台阶 给它带来的突破和困扰 对 那么到第二家的时候 它其实是个封口企业 它这个就一四年开始嘛 就六年就挤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看那个到第三波的时候 你就看到它是这样的嘛 因为那家公司才不到一年嘛 嗯 去年九月份才有的 就它这个脉冲 而且这些挺好玩的 可能是 嗯 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去看任何公司 都在全球可以找对标公司 但在今天 从到百草原到 七上 这个话题已经不存在了 嗯 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儿已经 确实找不到了 嗯 就可能欧美也没有一家公司 六七年时间里面 嗯 能够做到几亿美金的生意 在这么一个一个休闲视频也没有 就他们得自己去想 而且中国的环境跟也不太一样 这你其实你比如说 今天我们见到第一个 蒋小姐 我就挺感动的 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寻找自尊 对 自由那种一个过程 对 蛮感动的 中国这一批人 七零后 甚至六零后 都 他们在经商之前 没有任何的原始积累和知识训练 嗯 他们基本上的故事是可以重复的 嗯 可以被重复的 我认为今天起来我们见到第二波的人 包括未来第三波这波的人 都是非它偶然被我们发现 嗯 成为了一个典型 其实你从40年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 所有的变化都是两部分带来的 第一者是消费者 就是说 比如一个书店 就大家对书的认知本身 学习认知本身 会改变书的很多业态 我们这里要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亲子空间 嗯 那就它可以跟教育相关 嗯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20年前不成立的 嗯 第二呢是被技术 那我们去看那个服装生产线 嗯 是吧 它因为有了它电脑以后 它可以让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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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动效率提高30% 嗯 就是它基本上消费者 关系的变化和和技术的迭代 过去到今天是这样 那么今天到明天还是这样 你看今天我们去看了几家企业 有两家谈到5G 它会对我们行业带来 那说明技术的变革还在发生 又还没有结束嘛 那第二呢还是消费者 哪怕是个卖片 夜卖片 它会做个不同的夜卖片 从商业角度来讲 整个进步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结束 嗯 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吧 嗯 很难想象一个人 一个90后的姑娘 在网上一年可以卖27个亿的服装 那她还在 还在变 她们还在变 嗯 这个是中国 我觉得商业挺有意思 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嗯 我们在车上说你要写那个 铁价和中国社会的关系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下定决心来 真的做这件事情 起码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嗯 那这个东西他们中间 最对你来说最不好解释 或者说最让你着迷的部分 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这一批商人阶层 在现代社会构成中 他们所起的作用 本身是 是被 是并没有被定义清楚的 像你看那个 德鲁克在写 《创新一企业精神》的时候 他谈到了一个美国成为的 一个企业家社会 那第一 他认为是 大规模的中销企业成为了 国家产业经济的一个驱动力 第二呢 他认为商业所形成的很多 逻辑和组织方式 进入到了很多非商业的机构中 比如NGO组织和政府组织中去 第三 他认为商业推动了美国社会的阶层重构 那么如果回到中国呢 中国可能更复杂 那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 他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或者公共对这个作用本身的这种 模糊或者这种极端化的 要么是极端的从商财富 你反正你只要赚到钱了 你就可以当人生导师 对吧 还有这种极端呢 就是你只要赚到钱了 那你那你就是已经很堕落的一个人了 这种撕裂 你看在中国社会中非常多 但是我们该干的工作 我认为还是要让从商者本身 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商业的事情 你今天你也问了 我想你问了两个女生 都问过这个问题 对吧 就商业给你带来的快乐 你今天为什么还沉浸在其中 那他们其实做出了不同的解答 这两个女生都做出了不同的解答 那这些本身其实没有被格式化 现在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被格式化 就是需要把这个事给讲清楚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并不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小的时代 我个人认为 就中国这几十年发展 还是给所有的观察者 至少在财经领域吧 在商业领域的观察者 提供了一个特别辽阔的一个背景 而且这个时代本身所具有的很多特点 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用美国式的 或者欧洲式的进程来解释 就我们可能更 其实中国更取责嘛 那商业本身特别的繁荣 我认为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张力和反差 那这个实际上是对思想者来讲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领域场 但也造成一个我个人的困境 就是如果你在旁边 在那里旁边只在那看 其实你没办法得出真正的答案 我是这么在想的 没有这样感受 但你真的进去了以后 你会被裹下 有没有时间来旁观分析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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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